外面阳光正好 我带大家出去逛逛我们家的小花园吧 这一棵是枇杷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果 这棵是木瓜 也没有结果 这棵是无花果 今年结了好多 这是辣椒 这棵小小的是荔枝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果 这是一棵龙岩 第一年的时候还给我们接了一串 虽然小小的但很甜 今年就没有再长了 这棵是阿福卡朵 这棵是用自己吃的阿福克的种子种出来的 这棵是木瓜 结了好多 这棵木瓜也是自己吃的种子随便撒在地上的 地上还有花生 还有薄荷 薄荷是买了一小盆放在这边 然后它自己串成了一大片 每次来到这里都会闻到薄荷的香味香香的 然后这是花生 花生也是只种了一棵 然后它会不停的串 我们没有采收 所以它就不停的长不停的长 这棵不知道是什么花 还开花了 我的妈呀 好晒呀 我们家目前有三种玫瑰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棵 颜色是最艳红的 而且特别特别香 这边还有一个花孤朵 玫瑰花开的时候 我经常把它采来放在房间里面做插花 有一个小花包快要开了 但是叶子被蝗蟲吃得很厉害 这棵是黄色的玫瑰 另外一棵是粉色的玫瑰 很漂亮 很深的玫瑰特别会开花 所以我们采了一盆 拿来晒干了泡茶喝 这棵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好像有个鹤字 我读小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也有这种 这棵鸡蛋花太大了 我想拍一朵的花 吃得是够不着 无名的小野花 这是一棵叫珊瑚树的多肉 这也是一棵多肉 会开很艳红的小红花 这也是多肉 人家多肉好多 这个是薛衣草 这棵是变叶的芦瑰 变得很刺了 大家看这几棵长得像树一样的东西 猜猜看是什么 这是一棵菠萝 买的那种菠萝 拿来吃把头切掉 随便扔在这地上 竟然长成这样像树一样 不知道会不会接菠萝 我之前傻傻的以为菠萝是在地里面长出来 像土豆一样 后来看了图片才知道 菠萝是长在这上面的 这是一棵柚子 去年还给我们接了一棵小小的柚子 虽然个头很小 但吃起来还很甜 今年它就不接了 可能累了 这是香菜 这香菜是超市里面买东西送的一个种子 然后一棵种子变成了一堆了 看我们家的香菜快长成树了 再过一段时间 它又会开出那种白色的小花 开始接种子 等来年又是一大片 这一棵是一棵苹果 自己长出来的 这是一棵南瓜 自己长出来的 已经接了一个小南瓜 这是某人种的地瓜叶 我们偶尔拿来会煮汤 或者是做两拌菜 然后再往前走 这是自己长出来的蒲公英 但是某人精心呵护 我还给它围了一个小巴盆 它会拿来煮茶喝的 看有一棵 这个是阿夫卡托自己长出来的 这是南梅 我接了一个小浆果 南梅特别不好种 这都两年了还长成小小的样子 这个玫瑰花只买过来半年吧 已经长得那么高了 我特别喜欢这种阔叶的 还长得这种小花 一个黄色的 一个绿色的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 这其实是两种 这种是叶片上有黄色斑纹的 然后这种是没有 就是纯绿的 纯绿的叶子 但是纯绿的叶子长得不太好 这棵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们那天在花府里看到 这个卖的还很贵 一两百块 但这个我实在不喜欢 这个我很喜欢 这个很漂亮 开的花也特别漂亮 我有一张这个开花的照片 底下就是虎皮兰 这也是虎皮兰 种类不同的虎皮兰 像这种它也会不停的生 生的太多了 你就可以梳一些 放在门口 写上for free 让别人剪 这个也很漂亮 这个叶子五颜六色的 被剪成兔子的 这个是雪橙 但是生病了 就把它给剪了一剪 让它重新长 再往这个角落里来 这个是从朋友家移果来的桑圣 之前还接了果子 但是下了雨的时候 全部都落掉了 然后这一棵小小的是柠檬 自己长出来的 然后角落了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 这是火龙果 然后看到这个小葡萄了没有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葡萄 蹄子 是我自己吃的种子 扔在这里长出来的 有三棵 然后这一棵 应该是洋葱吧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自己冒出来的 然后这一棵芒果 这棵芒果树特别小 但是今年长了一棵超大超大超大的芒果 然后我们害怕它 把这棵小芒果树给坠倒了 所以加了一个木头撑起来 不然这棵芒果树摇摇欲坠了 嗯 这棵木瓜树不知道为什么 一棵都没有结 它也有结出 也会开花也会结出果子 但是没过一段时间自己就落了 估计是那种不能自花受粉的品种吧 百香果 我把镜头放近一点 有好几个快要熟了 红红的 特别多 好多果子 那个角落了 还有 好多 这种花开花的时候特别香 是白色的小花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从我们卧室里飘进去都能闻到震震花香 院子里面的花草和树木咱们看完了 现在我们去院子外面前院看看 还有些什么 这一条就是我铺的石头小路 尽闲女汉的本色 这是一颗多肉 这也是虎皮兰 这也是一颗多肉 多肉特别多 这是小珊瑚树 这叫福山花也叫珠锦 福山花的颜色有非常多 但只有这种正红色的是马来西亚的国花 这是一颗白色的鸡蛋花 这个花叫龙舌兰 它很神奇 等它开花结果完它就会耗尽生命 这也是一颗龙舌兰 这颗超级大的是广玉兰花 花期特别长 满树开花 有淡淡的香味 这颗应该长了很多年吧 我长得好大 变成参天大树了 这个卖得非常贵 小小一个要300多块 这也是龙舌兰 这应该是 这是我们厦门的四树 凤凰木 但它还小还没开过花 这颗也是龙舌兰 这个是黄白色的鸡蛋花 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小花 特别像我小的时候 染指甲的凤仙花 这是一种多肉 这个也是一种龙舌兰 这是芭蕉 这是白色的小太阳花 黄金海岸一年有300多天 是晴空万里的日子 也有那么一两天 会让你体验一把一天四季 天呐 咱们家都有瀑布了 对 也有那么多肉 有点